台剧女神陈佩奇近日受邀到全新美食节目,就是这位,担任特约嘉宾,分享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回忆美食,而她所带来的是一间隐藏在深山的牛肉面店,并对自己口袋菜单相当有信心,还大。 赞,这是截至目前为止,我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牛肉面,有趣的是,这间店的老板也是陈佩奇的前爸爸,妇女俩自然又逗趣互动,真的让人看得好温馨。图片来源,三粒新文具,三粒新。 文,报道,陈佩奇表示,老板卖的面之所以有过分牛肉面的美誉,因为涛客们觉得面里的牛肉大快到过分,他还骄傲的说,自己在店里有独一无二的特权,可以享有大包,晚上留下来吃。 饭的待遇,因为老板正是她的爸爸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图片来源,陈佩奇脸书对此,老板也笑说,她经常在家里吃饭,几乎没拍戏都会上来,更不忘大夸陈佩奇这个前女儿。 既漂亮又聪明,然而面对这为什么都好的前女儿,老板却很担心她会教不到男友,一般人看了会怕,那么聪明,想做坏事都没机会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图片来源,三粒新闻,夏童。 对于干爸的担忧,陈佩奇笑说,老板的儿子一直是他的弟弟兼飞闻男友,而对方也以飞闻女友称呼陈佩奇,不仅如此,陈佩奇还爆料,弟弟当初在追求老婆时,他还是第一个知道的,逗趣的。 相处尽显两人的好交情。 老板的儿子也揭露陈佩奇私下的一面,不要看他在戏剧里汹汹的,他平常也是汹汹的,他根本不是演,只是表达而已,好女人才是演的,让陈佩奇当场笑翻,对此。 他也不以为意,更自嘲,我本色演出好不好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除此之外,当老板被问到陈佩奇做过的贴心事时,脸上也不禁扬起一抹暖心的笑容,没有没有,就,每年他都给我。 压岁前,随后补充还会送我香水,是陈佩奇发现老板晚上会睡不好,某天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很喜欢,陈佩奇便二话不说送了一瓶给他,而且我那香水已经绝版了,全世界大概剩他那一瓶。 跟我这一瓶,父女俩的好感情真的很让人羡慕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图片来源,陈佩奇脸书,夏童最后,陈佩奇还感性的说,是这间牛肉面店弥补了自己长年来没有家的感觉。 看得出 来陈佩奇真的很珍惜与老板一家人的感情,希望他们都越来越顺利,关系也越来越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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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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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